北京街头公共汽车电车许多车站逢战不停 军警密布三步一港五步一哨 街头军警巨群行人稀少 或骑自行车匆匆驶过或脚步匆匆 商店关门 在橱窗里并列的毛泽东和习近平画像 对着几乎看不到人的街道微笑 中国当局为确保大阅兵万无一失而采取的重重保安措施 也使一些小胡同在大白天几乎看不到行人 午饭时间位于北京市中心的东丹日昌餐馆关门 餐馆不得不贴出告示 对顾客表示无奈的歉意 鉴于阅兵期间的政府公告 日昌东丹店定于9月2日9月3日停业打烊 不便之处尽情谅解 快餐店店主徐继柱也被迫关店 但他选择一苦思甜自我安慰 不是一个问题 那比战转好呀 你看那硝烟四起 那个战转的年代多痛苦啊 大阅兵举行地点附近的医院也得到命令 从星期三9月2日中午到星期四中午关闭 但急诊室可以开放 前来协和医院检查身体的钱德乐曹说 大阅兵确实造成不便 肯定会有 因为就是包括对于车辆的现行啊 一些单双号啊 对于一些工作路上的影响肯定还是会有 但是他提前通知 包括之前也有一些经验吧 以前也有过这种的政策出来 所以整体还是还OK 在北京其他地方公园实行安检 其他旅游景点包括物工和前门关闭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